所谓的中国新自大发明,你认可吗?不好意思,不管你认不认可,这样的说法,已经被叫到国外去了,图圆森湖这所谓的新自大发明,就是高铁、网购、电商和共享单车。 在共享单车这个领域里,OFO早在2017,就开始海外扩张之路,先后进入了新加坡、英国、美国等有个国家,并在同年8月与软银集团合作开拓了日本市场,形势一片大好。 但是后来的事情,大家也知道了,OFO颓势进行,别说海外市场了,国内市场也接近退手。 本来在去年9月,OFO小黄车已经进入了东京,大阪两个城市,随后又在今年3月28日正式进驻日本和歌山市。 但是,目前和歌山市相关负责人,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他们已收到OFO正式书面通知,本月31日起即会停止服务。 这个消息,也终结了OFO在日本的谈花一线,从进出到退出,紧接历时七个月,除了和歌山市。 今年10月中旬开始,日本资贺县大金市,福岗县北九州市,也接到了OFO方面的通知。 打算退出日本市场,我们祝OFO好运吧。 APP商店搜索中关村在线,在2018年最新手机,笔记本评价排行。 打算退出日本市场,宁明市场,刘古城市,宁明市场,刘古城市,宁明市场,刘古城市。